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Red的 非得了的今天就是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來繼續方舟寶可夢的冒險啦 那上一次Red有在稍微擴大一點我們園區的空間嘛 那在當時呢我有提到模組作者還沒有推出水裝的Pokemon啊 不過隔沒幾天之後 沒想到就釋出了幾隻水裝Pokemon的更新啊 所以今天目標非常明確 就是要來去製作我們可以下水的裝備 然後去找看看這一次更新當中的這些水裝Pokemon喔 沒錯那如果說你也是喜歡方舟寶可夢的觀眾 想要再看更多的話記得先幫影片點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觀眾也可以按下訂閱 並且開小鈴鐺再不做過Red更新影片的動態囉 來吧那要來製作下水的裝備 我記得我的材料應該都有啦 直接來雞床這邊做 來來來我看一下 護甲嗎 喔潛水服這個這個 我們就是要做出這個下水的裝備 全部製作吧 材料非常充足啊 他這一次水下的這些Pokemon 我記得好像也沒有更新太多隻吧 我想說就來去看看吧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可以抓的 我們就把水下的裝備都先搞定了 好久沒有下水囉 哇可以下水來找看看Pokemon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家附近的有什麼可以抓好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東西欸 等一下我看到前面有東西在游 那個有余光看到 為什麼他們會浮在水面上啊 那我這樣我還先不用戴護目鏡啊 我們直接看一下喔 我覺得如果他們在水面上就可以打到的話 我就把他們引上來好了 哈囉 來來來過來過來過來 欸我聽到聲音了 引上來了引上來了 哇他們真的可以上岸欸 直接引上岸來打 麻醉泥 我要麻醉 啊我的手套爆了 等一下等一下 中 喔有一隻睡著了 有一隻睡著了 欸沒想到居然可以引上岸欸 墨海馬 不要走不要走 墨海馬 麻醉泥 喔耶 我們直接抓好了 我的Pokemon吧 墨海馬 有了 我們順利抓到一隻 這邊還有一隻 來來來 既然都上岸了 就把你們都帶走了吧 唉唷 結果我們這條河流 目前看起來好像只有墨海馬而已欸 沒有其他隻 算了我們等一下再去 比較遠一點的海岸看看好了 說不定會有更多 不過我要先修一下我的裝備 剛才被墨海馬頂個兩下 我的裝備就被頂爆了 可惡 修修修 2千年後 出來吧 墨海馬 哇 好可愛喔 我們也在水中游游看 好像也沒有很快捏 可是他們可以浮在水面上啦 然後上岸的話好像也不會扣血什麼的 那蠻方便的 像如果說我們有收服到一些水系的Pokemon啊 就不見得一定要在水裡面 就是才可以使用 我們可以帶上岸 好啦 墨海馬 你就先回來吧 因為畢竟我們一定做了下水的裝備嘛 所以我們就來去比較遠的地方 之前去採石油的那個海岸 直接去看一下 有沒有厲害一點的水系Pokemon啊 讓我通通帶回家 看看 有沒有勒 說不定要我們直接下到深海裡面去才會有 是嗎 有嗎有嗎 看起來好像沒有欸 該不會真的要下到深海裡吧 雖然有做裝備 可是要下深海的確是讓我覺得很害怕 深海恐懼症 來吧 我們先把裝備換上去 好 準備好了 我們的穿著 看起來超弱的 沒有什麼防備啊 可怕 不知道會不會有我們想要抓的 水系Pokemon呢 欸 等一下 前面那個是 猴猴金嗎 哇 還有猴金王欸 哇 終於有水中Pokemon了 而且好多隻喔 超多猴猴金的 對啦 然後還有小球飛魚 超多隻的欸 好可怕喔 這邊是他們的地盤嗎 嚇死了 嚇死我了 我被魚龍嚇一跳 想說什麼東西離我那麼近欸 我想要抓一隻那個 猴金王 我射得到他嗎 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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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等一下 等一下 先游 先游 快走喔 猴金王 哎呀 猴金王咬人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他游超快的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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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上岸嗎 如果把他拉上岸的話咧 旁邊那些魚龍真的是很可怕欸 他卡住 他卡住了 我們就剩這個機會 我要抓到猴金王 麻醉他 麻醉他 哎呦哎呦哎呦他直接撞過來 等一下 我卡住了 我卡住了 放開我 我被人咬住了啦 放開我 他會被麻醉嗎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覺得有機會喔 他現在卡住了 他沒有攻擊到我 他現在是整個身體把我卡住的 卡在他身體裡面 我覺得有機會 我覺得有機會 先麻醉他 中啦 他不麻醉的話 我直接丟寶貝球 看看會怎麼樣 收服你 上岸用這個麻醉標 欸欸欸欸欸 危險哪 他被我們卡上岸了 我們可以直接用麻醉標打 等一下 防止我爆裝備 我先把我衣服脫掉 你看他補上岸了 他補上岸了 好大一隻 氣球喔 他現在是要被麻醉了嗎 他一直跑 他超大隻的欸 你看 超級大隻的 哇 像在放氣球一樣 估計應該是沒有什麼 危險的Pokemon吧 有了有了有了 麻醉了麻醉了 水啦 收服 看一下 會幾%呢 1% 哇 這個機率是怎樣 這個機率太誇張了啦 1% 欸他有那個果實欸 還是說我們用果實可以把它收服啊 對啊如果用果實收服的話呢 我回去拿果實好了 他應該不會這麼快解婚迷 我再確定一次喔 他吃的是這種 紅色的果實 是不是 我記得我好像有 剛才拿到的 有8顆可以給他吃 那這是我第一次用這種方式去 馴服Pokemon 果實馴服 試一下 看有沒有用 喔有了有了 他吃掉了 我已經成功馴服 哇 沒想到居然有用欸 他可以吃欸 Oh my god 哇 我們抓到了 吼金王 他超可愛的 超像一個大氣球 唉唷 原來果實馴服也是可以啊 那如果說我用果實馴服之後啊 我還是要讓他收進寶貝球當中 所以 直接收服他吧 你看他就回到電腦裡面了 我就不用再去搖 如果說我真的 一直抓不到Pokemon的話 可以用這種方式啊 餵果實 但是前提是我要先把它麻醉我才有辦法 對啊 因為我們上一集最後不是有遇到那個嗎 救急異獸嗎 那一隻因為他有點不太好麻醉喔 我有跟作者講的 然後加上他的設定太誇張 就是隨便打到幾十萬的話 我的Pokemon沒有一隻是扛得住的 所以他說他應該會去稍微做維修啊 等之後如果OK的 會讓我想辦法去打敗他 或者去抓 有辦法抓他嗎 他移動速度也超快的 先引誘他 過來了過來了 唉唷唉唷唉唷 把他引誘上岸 引誘上岸 唉唷不要打我 危險啦 老方法 先引誘上岸再說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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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上來拉上來 你冷靜一點啦 麻醉了麻醉了好快 拉上岸之後麻醉標 這跟我們的吼金王完全是不同等級的 直接可以麻醉 他只有六等而已欸 等級好低喔 收服 六等而已 兩下 喔耶 傷服到了 沒想到居然有毒藻籠欸 我可以只穿蛙鞋嗎 這樣會不會油比較快 過來了過來了過來了 唉唷唉唷他油超快的 等一下等一下 他油超快的嚇死我了 直接衝過來欸 唉唷 危險危險危險 等一下我穿蛙鞋 我穿蛙鞋 先把蛙鞋脫掉 唉唷 久等待 太危險喔 剛好卡縫隙 剛剛好剛剛好 來拉 麻醉了麻醉了 喔還好這邊有一條縫隙他掉下去了 唉呀 收服 開心啦 再一隻再一隻 喔耶 又抓到一隻了 你看他們會浮在水面上 我覺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 收服方式 對啊 再一隻再一隻 我們想辦法把那一隻 猴猴金給引誘過來 勾引他 你看裡面也是還有猴猴金的啊 不只在水面上 下面也有下面也有 哇超多欸 下面那隻死掉了嗎 看一下喔 那隻死掉了啦 那兩隻 被那個 應該是被那些福份給那個吧 圍毆的 Oh my God 難怪剛才一堆猴猴金都不見了 你看底下 這邊還有鋸齒殺 難怪 想說奇怪為什麼剛才那一堆猴猴金越來越少 我想應該是被攻擊的吧 把我推上去 把我推上去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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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卡我 不要卡我 危險危險 我跳 我再跳 過來過來 欸全部掉下去 我在這邊給你卡BUG 叫死 他們我全部會卡在這邊啊 唉呀這個 這一條溝真的非常的剛好 剛好可以讓我 麻醉他們 來了來了 黃偶金 他可以被收服了 你們兩隻太high了吧 兩隻也太high了 一起回家一起回家 方法是人想的 收服不見得是那種一定要硬碰硬 這種方式收服也是不錯的 比賽有那種在大自然冒險的感覺嗎 是不是 對啊 這才是我們方舟生存的感覺 兩隻都把他帶回來吧 哇我們的園區 真的是越來越有規模啦 水系的Pokemon也開始陸陸續續增加了 這就是我想要看到的樣子啊 哇超讚的 雖然說目前更新的這些水中Pokemon 數量還不多啊 希望你們可以在這邊開心一點 不過我目前還不會讓他們就是 到處亂游啦 等我之後把這些水深Pokemon的空間 規劃完之後 就會讓他們跟在陸地上的這些Pokemon 一樣走來走去游來游去 就慢慢規劃吧 喔對 然後還有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我要去處理一下 就是剛才我去那個方向的外海嘛 去收服那些水中的Pokemon的時候 我發現 在前面這一個島嶼當中 生成了一隻野生的南方巨獸龍 所以我想說帶著我們這幾個夥伴 去把那隻南方巨獸龍給解決掉 不然如果說他跨到我們這個島嶼當中 就真的危險了 看一下他還在不在喔 哈囉 在那邊在那邊 南方巨獸龍 又是熟悉的敵人 我們只是去把他解決掉 不要危害到我們的島嶼而已 那大彼鳥就在那邊顧著啊 因為他沒有什麼戰力 等到他進化之後才會比較厲害 來 去吧去吧夥伴們 痛扁他痛扁他 跟上跟上 現在我們的路卡利歐 我們的路卡利歐跟假惡人蛙衝得非常快 幹掉他 曾經打過的 應該是不會太難打才對 加油啊 你們的實力都變得更強了 對你們來說應該輕而易舉才對 殺 哇哇哇噴血大噴血 南方巨獸龍血量噴超快 哈哈哈哈哈哈 兩千多一千多的傷害 哇 贏了贏了 最後把他收尾的是我們的假惡人蛙 哇太猛了 這一次我們一隻都沒死啊 每個的血量都扣得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 對都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 很猛很猛 哇大家都進步了 南方巨獸龍對你們來說 真的也是小菜一疊 但是你們還不夠強 因為還有救急異獸等著你們 哈哈哈哈 對阿等救急異獸維修好 好不好 我們之後再去挑戰他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到先到這邊 暫時告一段落 那真的是非常開心 我的模組作者終於聽到大家的心聲了 水中Pokemon開始更新了 希望之後會越來越多啦 那如果你們也會想要再看到 什麼樣的水中Pokemon登場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有機會的話日的去提一一看看 看會不會更新 期待有一天可以看到更新的Pokemon啦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他強不強啊 還蠻好奇的欸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比雕 去打他 哇 哇打了二十幾萬的傷害 等一下等一下 等等等等 我們先跟他保持距離 哈哈哈哈 嚇死了